这个是高雄检方争败了高雄气暴案 那么昨天呢也是传坏了李长荣化工公司董事长李某伟跟两位干部 并且搜索了总公司跟大社厂 那么李某伟呢是以证人身份出庭应讯的 不过到了昨天晚上检方认为李某伟涉案情节重大 所以改列公共危险罪跟业务过失致死罪嫌被告 并且裁定新台币2000万交保 另外还有两人请回